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要黑不黑的 一个低市司机在沿江大道二马路 载了一个客人要到殡仪馆 司机有点不愿意 那时候殡仪馆所在的地方还很偏僻 东山开发区还没发展起来 港摇路过了南苑小区 就基本上没什么人了 殡仪馆附近除了有几户农家 没什么人气 但看在钱的份上 司机答应了 那时候低市还没有正规的行业规范 价格很离谱 从二马路到殡仪馆要五十块钱 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第一时到了殡仪馆 客人就付钱下了车 司机就纳闷 这个人蛮奇怪的 这么晚还往殡仪馆跑 看样子也不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司机想着反正也来了 触眉头也已经触到 干脆咬咬牙 在挣点钱就问那个人 你什么时候出来 我再把你拖回去 因为殡仪馆很偏 六路车那时候只到南院 而且晚上六点就收班 这么晚了 根本就没有车到殡仪馆这边来 司机就想多挣着几十块钱 也算是为客人着想 怕客人没得车回室内 那个客人已经往殡仪馆大门走了好几步 听到司机问他 也没回头 就说了句 那你等我哈 司机就把车熄了火 停在路边 看着客人慢悠悠地走进殡仪馆 自己就点烟抽上 天已经完全黑了 司机连续抽了好几根烟 把身上的烟都抽完 心里估算的人 已经进去个把小时 可还是没出来 司机就有点急 也有点怕 出了来的路 地看着模模糊糊的几栋房子 隐约看得见一点灯光 其余几个方向 都是黑压压的山 司机就开始有点心慌 毕竟一个人这么晚 独自待在殡仪馆的外面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司机心里更烦躁 又等了十几分钟 司机决定不挣这点钱 也不管那个客人怎么回室内 打算收工回家 开车就顺着港窑路往室内开 车开到南苑 就是如今汇津超市对面的地方 才有住户 那时候 南苑就是开发区 这边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已经住了几千人 但还是不算热闹 居民平时消费 其实都还是在室内 到了晚上 人都握在屋里不出来 所以整个南苑就一家商店 靠近运河旁边 南苑小区和515的职工宿舍 隔着运河 运河上有个小桥 连着两个居民区 那个商店就在桥头南苑这边 和桥很近 那个小商店现在还在 司机就到南苑买烟 拿了烟 就用刚才客人给的 50块的大钞付账 小商店的老板就说 师傅 你莫开玩笑 拿个废纸来够好玩 司机把钱拿回来 看了看 虽然看得不怎么仔细 但从手赶上 的确指指很脆 不是真钱的感觉 司机就开始骂了 妈的八子 辛辛苦苦这么晚 送个人到殡仪馆 担惊受怕的 却收了张假钱 小商店的老板 一听司机这么说话 就有点害怕 不敢说什么 司机还是很气愤 继续骂 肯定是故意拿假钱 来骗我的 算准了这么晚 我在殡仪馆门口 不敢仔细地看钱真假 现在的骗子 就是他骂得多 什么招都想得出来 司机还在愤愤不平 那个小商店的老板 就轻轻地问司机 你真的看不出来 这个钱的毛病啊 假钱啊 我不是已经看出来了呀 司机气得要死 老板下的说话 都不利索了 不是真假的毛病 我看到的是纸钱 根本不是人民币的样子 司机一听 什么 老子今天丢人丢大了 连纸钱都收 司机连忙把钱举起 对着商店的灯泡 仔细看 虽然是假钱 但做的还是蛮真的 司机嘴里念叨 小商店的老板 也看得清清楚楚 那钱在灯光下 照得清晰 画的是一个玉黄大地 而且制作粗糙 小商店老板 连忙拿了个凳子 要司机把钱先收好 坐下来歇歇 两个人就互相打铺 抽了根烟 烟抽完了 小商店的老板就对司机说 师父 你再把那张钱拿出来看哈 司机做了一回 心平气和了很多 听商店老板这么说 就又把那张50的钱拿出来看 这次他还没把钱凑到面前 就已经察觉到是张明币 司机连忙仔细地 把钱翻来覆去地看 的的确却是一张明钞 这下司机就生气了 打开低视车门 发动了就往币仪馆开 准备去找那个骗子的麻烦 小商店的老板就觉得不对劲 怕是司机刚才撞了鞋 司机又开到鄙夷馆 直冲冲地走进去 找到门房老头 问一个多小时前来的那个人 走了没有 门房老头问他干什么 司机就把被人用假钱忽悠的事 给老头讲了 老头愣了一回 才说 刚才没人进来 司机说 不是刚才 是一个小时前 而且我的车也在门口停了个八小时 老头说 的确是看见低视在门口停了半个小时 可是并没有人进来 他还在纳闷 怎么这么晚了 低视老师停在门口不早呢 司机这才觉得非常不对头 追问门房老头 是不是真的没看见人进来 老头说 我一把年纪了 跟你开这玩笑干什么 现在毕业馆早就下班了 你不相信我 就进去看看 看有没有活人在里面 这下 就把司机给吓住了 当下就回了家 魂不守舍 接着这件事就传开了 全时都传得沸沸扬扬 更有甚者 有的还说 第二天 司机不死心 专门还到毕业馆去看 还真的见到给他明超的那个人 不过那是个死人 一个从江里面打捞上来的无名死尸 是派出所头天下午送到毕业馆的 看来毕业馆这地方 的确是怪事发生的多发处 无论哪个城市都一样 接着说 毕业馆07年又搬了 往摇湾里面又进去一节路 还是在山湾湾里面 比从前更偏 以前的地盘被开发商买下 修建商品房 这些年 宜昌城区扩张很快 南院这边已经非常热闹 大超市就开了两家 京东山市场也红火得很 附近的居民渐渐就越来越多 地价也增值 所以毕业馆把老地批卖了 继续往山里面搬也正常 反正毕业馆做生意不需要在闹市区 有两年我的工作是牛奶配送 销售的区域就涵盖南院和摇湾 那时候农校点业务 份额还不错 虽然地方远 就始终维持着 搞这个配送蛮麻烦 就是非得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干活 你想 一个人半夜三更的 骑个车子往摇湾里面走 路又是弯弯曲曲 晚上又没得路灯 路两边都是山河树木 还要路过碧仪馆 离火葬场也不远 一开始 安排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去送 他本身就是住在摇湾黑湖山的 所以还好 没什么心理负担 他也干得不错 顺便把火葬场附近的宿舍楼 也开发了几家客户 可送了半年 他骑车从山路上摔下来 没法干了 只好又安排了一个小伙子去送 这小伙子去送 就碰上稀奇事了 开始的时候 这小伙子胆子还蛮大 说从来不信什么鬼啊神的 管的什么避宜馆火葬场 有什么好怕的 小伙子为了晚上走路方便 专门在自行车前面的框子上 用铁丝绑了个大电筒 小伙子送了两三个月 一直没遇到什么怪事 我还问他 天天晚上怕不怕 他回答说 不怕 一点都不怕 可是一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 看见他该送的牛奶 还在配送站里堆着 小伙子还没出门 坐在配送站里 我没有多想 还以为他生病 问他要不要紧 他哆嗦了半天 对我说 站长 我不干了 辞职 我连忙问他为什么 他才磕磕巴巴的 把原因给我说了 他说他晚上一点钟 接了牛奶 就骑车往农校里面送 骑过了殡仪馆 过了周家冲 继续往山里走的那段路 就看见怪事 那段路就是最偏僻的那段 一边是山 一边是农田 没得什么人家 他照例把电筒打开 照着前面十几米的路 慢慢骑 那段路走 那段路走了一半的样子 刚好路拐了个弯 把弯一转过 就看见电筒照的光前面 隐隐晕晕地走了一个人 他开始看得不仔细 就奇怪了点 人影就看得比较清楚 是个女的 穿个红色衣服 还看见穿的是高跟鞋 在他前面十几米 咚咚地走 看着走得也不快 他就有点好奇 这么晚 一个女的怎么走在这荒山野外的 就想快点骑 看个究竟 可他加快登车的速度 却追不上 看着女的走得也不快 可总是离他十几米远 总是在电筒的光线 要照到又照不到的地方 追了几分钟 他茫然醒悟不对头 本来他没往鬼上面想 可这念头一出来 马上就吓得够呛 连忙不骑车了 愣一会 把车掉了头 往回骑 越骑越怕 脚蹬得飞快 这个时候 他忽然觉得 背心凉嗖嗖地发麻 全身都竖起来 他忍不住回望一眼 这一下就真把他吓破胆了 因为他隐约看见 那个女的竟然就又跟在他自行车后面 而且还是背着身子 只是在倒着走而已 他连头发都看清楚了 由于没有电筒灯光 这说明 那女的离他自行车很近了 那头发好长哦 一直垂到腰 那小伙子说到这里 惊魂未定 那小伙子 吓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拼命地登车 把车骑到双回门口 有路灯了 才又敢回头看 这一下才没看见什么古怪 那小伙子讲完了 就说打死也不去农校送牛奶 要辞职 态度坚决 我总是怀疑 他是吃不了苦 找了个由头不干了 但又不好说些什么 他平时蛮负责 不会随随便便 不送牛奶的 没办法 我只能自己送 我比较懒 不愿意送到农校和火葬厂里面去 就把农校和火葬厂的业务 交给我的好朋友董伟 董伟当时的区域和我很近 他又有业务员 是骑摩托车的 就把业务接下来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董伟也把农校的业务退了 问他为什么 他把我骂了一顿 说我狡猾 就知道我没安好心 把这么快肥肉分给他 我知道肯定是也出什么状况了 连忙问他 他说他的业务员 晚上送火葬厂宿舍的牛奶室 走在楼道上 不晓得哪里掉下来一床床单 把他的业务员包在里面 扯了好久都扯不开 那业务员也吓怕了 回来就要离职 后来我和董伟两个区域经理 任公司领导怎么劝我们 我们都不去做农校和火葬厂的业务 但毕业馆那块的业务还不错 我一直都没舍得放弃 没的人送了 就我自己去送 我送了大半年 倒是没遇到什么蹊跷的事情 就是有个晚上印象有点深 那是个大冬天 天气很冷 我开始送毕业馆附近的 增加湾小区的时候 突然就起了好大业务 就跟恐怖电影那样的场面 那个雾就是从地下冒起来的 看得清楚 在地上慢慢移动 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慢过来 雾慢到的地方就很安静 似沉沉的安静 可是没慢到的地方 就吹着狂风 把地上的废纸和枯叶子 都吹得好高 可风再怎么大 都吹不动雾 好像雾气是很沉重的东西一样 我那时候的感觉不是怕 不觉得恐怖 而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是那种超出普通感官的心境 火葬厂的事情 还有点要说一说 宜昌的蜜菊出名 最好吃的蜜菊 都知道是摇湾出的 可是我听人讲 好吃的蜜菊 就是种在火葬厂附近几个山头 接出来的 我去火葬厂的时候 留意了一下那个大烟囱 飘的灰 就顺着风飞到附近几个山头的范围 看你们还吃不吃橘子 第二个 炸狮 我记得一个比较深刻的故事 就是炸狮 炸狮这个现象 好像在中国古代很普遍 我长大后看古典小说 看到写炸狮的故事有两个 一个是《聊斋之义》里面写的 比较恐怖 炸狮的尸体追着人到处跑 那个人和尸体围着大树绕圈子 最后尸体的手指抠住树干 插进去几分 另一个是如临外室里的一个生员 也是半夜投诉 投诉的老两口刚好就死了 到半夜也炸狮 这个倒是不吓人 那生员胆子也大 有条不稳的把房间反左 那炸狮的尸体也没害人 只是在屋里走来走去 那生员后来还主动安葬了老人 我听到的炸狮的故事就吓人多了 说的是一个葬礼 到了晚上就需要人守灵 可是死者的家人没有守灵 而是四个来帮忙过世的人代替守灵 一畅的风俗 死了人 要在家里停一到三个晚上不等 棺材就摆在堂屋的正中 灵堂靠门的地方要挂白帆 把棺材搁起来 放个火喷烧纸 来人吊咽就跪在火喷前面烧纸焚箱 到了深夜就留人守灵 那四个人都是年轻人 到了凌晨 大家就在灵堂摆了张桌子打牌 守灵睡觉是很不好的 至于哪点不好 也说不清楚 至少是对死者的不敬 那四个人中对着灵像的那个人 每次摸牌 抬头就看见灵像里那个死者的样子 心里就觉得不爽 那头像似笑非笑的 看着圣人 刚好他打牌就输了 就跟其他三个打商量 想把灵照扣在灵桌上 其他的人不干 说这样搞的话 死人要发恶的 别瞎搞 对着灵照的人又输了两把 心里不甘心 看着灵照总是堵得慌 就不顾别人意见 自己走过去 把灵照转了方向 照片就对着棺材这边的方向 达到四点了 再过个八小时 早上五点 死者的家人就准备 抬死者的棺材上山 这个时候就出状况了 后来听那其中的一个人说 当时突然就听见 全村的所有的狗子 一起哭了起来 是哭 不是叫 回忆的人强调 狗子哭和狗子叫的声音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全村的狗子 就不停地乌液 而不是汪汪的肺 那声音的确是听的人发麻 可当时 他们打牌的几个人 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是年轻人 胆子若是不大 也不会再灵堂守夜 这时候 对着棺材的那个人 突然拿着牌不作声 也不出牌 就愣着不动 其他三个人就催他 快点出牌 那个人眼神好像直了 头顶上直冒汗 别人问他怎么了 他回了点神 结结巴巴地说 我肚子好疼 要去上厕所 另外的三人就笑他 叫他不动照片 他不听 现在招报应了吧 那个人不说话 跌跌撞撞地就出门了 走到门口还摔了一跤 斜对着棺材的那个人 本来还在笑 突然笑声就嘎住 面色僵硬 他知道 为什么对着棺材 坐的那个人 为什么要出门跑了 他隔着白帆的缝隙 看见棺材里的尸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坐了起来 死人穿着黑色的兽衣 头上也是黑色的帽子 帽子上本来有个红色的圆布 可现在没有了 炸湿了 看见尸体坐起来的人 当时吓得几乎晕掉 尸体坐在棺材里面 上半身不停地往上冲 可又不能冲地站起来 就在棺材里面衣裳一下的 也许是棺材里面垫了石灰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尸体的动静虽然不小 可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尸体往上冲了一回 终于站了起来 而且无声无息地 从棺材里翻身下来 站到地上 尸体脸色傻白 嘴巴却没合上 没有牙齿 看得见失去血色的牙齦 眼睛闭着 可又好像看得见 他们三个人一般 调整姿势 面朝他们走来 斜坐在棺材对面的那个人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连忙把手上的牌出了一张 他的下家 就是被对着棺材的那个人就说 哈哈 这种牌都让我过了 斜坐在棺材对面的人 看见尸体已经慢慢 往这边方向移动 他向坐他对面的那个人 使了个眼色 对面的那个人看见连续两个人都变了脸色 心里就隐隐觉得不对劲 可就是没勇气往棺材那边看 现在看到了眼色 心里完全明白发生什么事情 乍世的时候 活人千万不能讲话 最好是连气都不换 不然尸体闻到活人的生气 就会扑上来 把活人死死孤住 这个典故流传已久 他们都知道 两个互通眼色的人 估计平时关系不错 也怕得厉害 不敢提醒背对着尸体的那个人 背对着尸体的人 还在兴奋自己的牌要赢了 没发现旁人的神情的古怪 那两个没一起的人 看见尸体已经走过白帆 没时间好了 就轻轻地说 我们去看看某某 怎么上厕所还不回来 然后马上也跑了出去 可怜的背对着尸体的人 还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念叨 怎么都跑了 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什么意思嘛 他想到这里 突然也明白了 连忙转身 可已经迟了 尸体已经狠狠地 把他给抱住 他和尸体就面对面抵着 尸臭不停地往他口鼻里灌 那人本身就已经吓傻了 胸口又被孤住 无法唤气 立即死掉 跑出去的三个人 连滚带爬 在村里拼命地狂喊 诈尸 诈尸了 那些还在睡觉的村人 被吵醒的 也吓得没办法 不敢起来看 喊了好久 才有几个壮年人 穿好衣服 来看情况 这么一闹腾 天就开始蒙蒙亮了 那三个人 已经吓得语无伦次 什么都讲不清楚 只是喊 诈尸了 诈尸了 众人凑到一起 到灵堂去看 到底怎么了 到了灵堂门口 就看得清楚 尸体还把那人给抱着 那人也死了 两具尸体面对面 额头顶着 诈尸的尸体面色 是白嘎嘎的 被吐死的那个脸上是金黄色 嘴角递着黑血 眼珠子都被挤得爆出眼眶一半 大家都不敢靠近 最后从别村请了个懂道行的老人来解围 那老人来了后 就说没的事情了 上前去扳尸体的手臂 他一个人扳不动 别人见得这样 也胆子大了 帮忙来扳 可是尸体手臂估得太紧 几个大汉同时用力才扳开 本来是一个人的葬礼 现在又加了一个 大家都和被尸体估死 那个人亲属商量 看样子 尸体是拉个垫背作伴 反正人已经死了 就干脆不再另外做丧事了 在山上多挖个坑 一起埋了算了 然后急急忙忙地在村子里找寿采 草草地把那个年轻人也葬了 和诈尸的死者一起被抬上山 然后入土安葬 暴死的年轻人 棺材放入坑内 大家伙正在填土 突然棺材里就发出一声 特别尖锐的喊声 跟手指甲膜在毛玻璃上的 那种肾人的尖喊 把所有人的耳膜都震得疼痛 那个请来的老者慌忙跑了 回到家里 对家人说 太饿了 这村子几年都不得安宁 老者隔了个把月也死了 大中午地淹死在屋前的鱼塘里 第三个 鬼压床 宜昌人没有鬼压床这个说法的 通常都是说迷老鼠 因为每个被鬼压的人 被压之前 都听到滋滋的老鼠叫声 被压得厉害的 还能听到老鼠爬动的声音 我老头火焰低 从小被压 在宜昌被压 在沙士被压 在当阳下之青也被压 结婚了 几十岁了也被压 最好玩的是 我老妈开始不信 说老头没得用 怕鬼 有天晚上就和老头换了位置睡觉 结果就是 半夜两点开始 我老妈就开始大骂 骂鬼 骂了一两个小时 脚都不睡了 我老妈脾气是蛮大的 应该说 脾气大的人 鬼不敢压 估计那天压床的迷老鼠 走地方走习惯了 搞错了对象 老头火焰低 我老妈也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 请懂得法师的人化服 贴在床头 每次杀鸡都抹点鸡血 在床柱子上 在床上放利刃 还刮过桃木枝条 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用 老头还是一如既往的被鬼压 我记得八十年代中期 到九十年代初期 最严重 基本是两三天 老头就要说他被鬼压了 那时候 我的同伴有时候到我家来玩 我就把我老头老妈的枕头和床垫掀开 给他们展览我家床上的家业 匹柴那种开山腹 王马子的两把剪刀 洗挂刀一把 砍刀一把 那些重型兵器 都是老头在车间里 托人用机床做出来的 老头被压得最厉害的时候 基本上是晚上母亲家夜班的话 他就不能睡觉 他说有天又是老妈加班 他感觉不对 有预感被压 他就不睡觉 躺在床上看书 电视机也开着 可就是看书 也看着看着被压了 我小时候身体很弱 经常生病 十岁左右的时候 连续生了几场大病 身体虚弱的人 也容易被迷老鼠迷住 我还记得 第一次被迷老鼠压的情景 就是睡到半夜 人就突然半睡半醒了 莫名地觉得好害怕 然后就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乱跑 猛得就觉得浑身不能动了 感觉有东西 把自己死死地压住 那种恐惧 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结果是 越怕越不能动 连睁眼睛都睁不开 后来有一次 我拼尽全力把眼皮睁开 可是眼睛仿佛跟进了 菜油一样的疼痛 开始我还不敢跟别人讲 后来我也被压得很了 基本上也是每天被压 就把这事讲给我姥姥听 我姥姥是那种封建迷信的医老 以前当过接生婆的 这些古怪事情 她基本都懂 我问她该怎么办 姥姥说 也没得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争气 拼命去挣脱 我说 可就是挣不脱 姥姥说 如果你自己都觉得挣不脱 那就真的挣不脱了 我记住了这句话 后来我身体变得结实强壮了 被压的时候就拼命地挣扎 开始也是挣不脱 后来有一次 我拼尽全力 把脚蹬了一下 哟喝 真的挣脱了 就好像把压在身上的怪物 踢下床一般 再后来 我就没那么怕了 每次被压 我都能挣脱掉 虽然挣得很辛苦 但都能成功 而不是跟小时候一样 任迷老鼠摆布 我在沙士读书 还被压了一次 这鬼东西会跟着人跑 那时候 我和王八在学校里 天天不务正业 跟着他研究一些 乌七八糟的封建糟粕 当然现在又说是传统文化了 我们研究了 周易 梅花 喝土 之类的东西 我就专门算了算自己的八字 发现我的八字 火德占了五个 这种八字不多见 我平时给人看八字 五行中任何一德 能占三个以上很少 缺一门的也很少 可我缺了两门 我的八字就是典型的火德占强势 应说这种命很硬 幸好是火德 如果是金德占五个 那就磕六亲了 我眉毛也生得浓密 应该是避鬼神的 可我偏偏就被鬼压 我跟王八讨论 这是怎么回事 王八说 有可能是火焰太旺了 物极必反 反而招鬼 我到现在睡觉都不会羊躺着睡 因为羊躺着睡 最容易被压到 就算是羊躺着睡觉 我的手也不会放在胸口上 因为这种睡姿 百分之百地被鬼压 我最后一次 被压是08年的事情 在这之前已经很多年 没被迷老鼠压 那是我在医院照顾家人 医院的病床很紧张 我晚上老是坐着很辛苦 有点熬不过来 幸好我的一个 很要好的同学 在哪家医院里上班 就给我弄了个担架 让我晚上休息 晚上我就把担架 搁在两个椅子之间 困了就躺在担架上睡觉 睡到半夜 迷迷糊糊的 就看见一个老太婆 站在病床脚头 直愣愣地看着病床 我就说 你干什么 快走 我敏感地知道 这个老太婆有问题 哪有半夜三更 冒出个老太婆 站在病房里的 可能老太婆 就望着我笑了笑 继续把病床看着 我急了 就开始骂他 要他快点滚 然后老太婆就不见了 跟着不知道 哪里来了几个人 向我围过来 连身形模样我都看得清楚 有四个人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两个中年男人 有个中年男人 只有一只手 这四个人 把我往担架上摁 我就坐在担架上 跟他们打架 可是他们人多 我打了一会 手就被他们给摁住 不能动了 然后那个老头 就坐到我的肚子上 腿也被压住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知道是鬼压人 就开始被般若波罗蜜毒心惊 我十几岁就能背得滚瓜烂熟 两百多个字 可以一口气背出来不换气 所以当时我手里挣扎 嘴里念着心惊 果然他们就打不过我了 我越打越有力气 拳打脚踢 打得爽的时候 他们就猛然悬不消失 接着我就醒了 累得在担架上喘气 病房里另外一个 陪护家人的亲属 问我刚才是不是做噩梦 嘴里呜呜的身子扭动 看那人的样子 比我害怕 我第二天就问我那个同学 这担架是不是拖了死人的 我同学就说 肯定是很多病人 发疾病 从家里往医院送的时候 撑不到医院就死了 当然就死在这担架上了 我就问同学 是不是拖了什么什么人 我把昨晚跟我打架的 四个鬼的模样一一描述 我同学说 别的没印象 不过的确有一个中年人出车祸 胳膊断了的 是他去接的 就用的这个担架 我想了想 估计我睡了他们临终的地方 他们不爽 找我算账吧 晚上我就不再睡担架了 把担架放到角落里 自己趴着睡